中間有穿洞的木頭製 今天我們來做的是 蜻蜓 先準備兩顆 中間有穿洞的木頭製 或塑膠的 那麼準備這個是五號繩 有 120公分 大概不用這麼長吧 有一些做大有些做小 先把這個線頭 線頭 穿過這個木頭製 稍微扭轉 它比較好會穿 一顆啦 第二顆 一樣的方法 稍微扭轉一下 那就容易一轉一推 兩顆過去啦 把這個繩子 拉到兩邊一樣長度 兩邊一樣長度 這邊的長度 這邊的長度 一樣 之後 我們把木頭製分開 這是蜻蜓一個長度 中間一折 這是蜻蜓的一個 身體長度 那我們用的是 平結 平結的話 左邊下面 過來 壓 右邊 這條線 被壓的 這條線 就從上面過去 穿 這個 而已 右邊的 要經過這個身體的上方 上方 穿 左邊的而已 好 穿過去了 把它拉好來 好啦 接下來 右邊 這個線頭 從蜻蜓的 下方 這是蜻蜓的身體 過來 之後 從身體的下方 從身體的下方過來 壓 左邊 這一條線圍 壓著 線圍被壓以後 就可以 繼續做 左 我 蜻蜓的 身體上方 掛過來 掛過上方以後 右邊 這一個 一個洞 怎麼 線頭穿過去 你看 是一個平結 它是一個平結 有了平結以後 再來拉幾 好啦 這拉緊以後 看我們蜻蜓的身體 一拉一拉 OK 好 之後 這個線 我們發現它是往上 伸展 這個線是往下 好 它看清楚了 它是往上 那我們固定的 往上伸展呢 就把它 折下來 左 蜻蜓 身體的 下方 過去以後 壓 右邊的這條 線為 壓 壓 斃壓 這一條線 就做 蜻蜓的上方 從這個洞穿過去 好 洞穿過去 好 就把它拉 襯來 好啦 我們就要做蜻蜓的 翅膀 所以我們現在不縮 不縮線 不縮線 那現在換過來啦 這一邊 是往下左 這一邊 是往上左 那我們提醒的就是 往上左這一條線 要左 蜻蜓 身體的下方 過來 蜻蜓 身體的下方 過來 過來以後 壓 壓住 左邊這條線 壓起來 那邊壓的這條線 又 走到身體的上面過來 過來 過來以後 這個蜻蜓 穿下去 它是有一個瓶子 那這個時候要拉 特別小心 結果 這兩邊 要一樣的長度 這邊太大 我們把它縮小一下 好啦 你看 又是一個瓶子 這是一個瓶子 因為有了蚵翼啦 所以我們這邊 拉緊 往上一推 這是我們 第一對的蜻蜓的翅膀 出來啦 好啦我們繼續 這往上走的 我們讓它走下面 走身體的下面過來 這往上出來的 走身體的下面 蜻蜓的身體下面過來 壓 右邊 這一條線 被壓的 就走上面 走哪裡上面 走蜻蜓的上面過來 這邊而已 等著穿 把它穿過去 對 穿過去了 拿襯來 來 這是一個瓶子 這是一個瓶子 第一個 我們要做了兩個瓶子 才能夠做一個翅膀 一對翅膀 所以我們繼續一樣 它 往上延伸的 就走身體的下面 過來 過來 壓 對方 這是一個瓶子 被壓了 就走身體的上面 過來 穿 有兩個瓶子啦 注意就是 這兩個瓶子 要拉一樣大 跟上面的一樣大 太大了 我們來調一下 來拉 好 那這邊太大 我們拉一下 這邊也太大 我們拉一下 好啦 拉緊以後 拉緊以後 往上推 一推 這就是 我們蜻蜓的兩個翅膀 已經完成了 之後 就按照我們 往上爬的 左下面 壓 被壓了 走上面 穿 好 往上爬的 走下面 壓 被壓了 就走上面 走這個身體的上面 穿 好 我們拉緊 繼續 繼續 拉緊 這是左上面的 所以 身體下面過去 過來 這是瓶解 可以回到瓶解 單解練習那邊 去學習 那這個時候就是看 您 到底要做 多大的 一隻蜻蜓 來做 瓶解 多做了幾個 當然 越做就越長了 這個蜻蜓 就越大 那大部分是 我們成一個對比啊 一個看起來 OK啦 好 再做一次 過了 之後 我們就把 這個剪掉 剪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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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隻 我們要的一個蜻蜓 啊 我們來 做剪掉的動作 做剪掉的動作 剪 A這樣的長度 A 那就尾巴啦 那這裡頭 我們用白膠 用膠水 把它黏好 黏好以後 我看是正面 碗面 再用一個鼻針 再黏起來 那就是一隻蜻蜓啊 好 謝謝